二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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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忠实幼想了 是师父 是师父啊 师父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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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师父 师父太久了 对啊 师父 是昆仑勋 帝君 你可认得这终生 正如天君所想 这终生来自昆仑勋 莫愿得回来了 师父 小五 大约今日 你便能异常多年的宿愿了 四哥 你是不是也听到钟声了 何止是钟声 我跟你四哥 刚从西海赶过来 昨晚被蝶庸折腾了一夜 所以我就用追魂术 查看了一番 发现 莫愿已经不在蝶庸的原神中 所以特地赶回来炎花洞看看 莫愿睡了这么久 终于在今天挑了个好日子 师父 师父他要醒过来了 太子殿下 按照规矩 我送你下凡前 你是定要喝下这碗忘川水的 那我们便说好了 带你力竭回来便去清秋寻我 我们也不走什么婚嫁礼俗了 就随了青秋的规矩 将你锁回湖里董 我来 倩倩 你要等我回来 你这是要做什么 我想让自己变回男儿身 毕竟以前师父见我 都是司音的模样 应该认不得我现在的样子 凭莫冤的修为 早看出你是女娇 没有揭穿你 是看在你爹你娘的面子上 你真以为你可以 糊弄他两万年啊 之前四哥也是这样跟我说的 可我总觉得 师父还是见惯我司音的模样 你就别再自欺欺人了 去吧 别怕 快去看看你师父 七万年了 四海之内 六合之金 我看着青秋大作 撼了七百七十九回 七万年 是我白浅人生的一半 我用一半的人生 做了这唯一一件事 就是等着师父醒过来 二十二年 二十六年 二十五年 三十五年 二十五年 三十四年 从今日起 你就是昆仑须 莫原战神作下 十七弟子 思音神聚 师父 我不要走 师父 你今天应该给我来生了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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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妻 过来让师父看看 你这些年有没有长情 师父 师父 果然是我的小时机 师父 你终于回来 没错 师父回来了 我的小石器做这幅大本也是好看的 师父 你一点都没变 是吗 是吗 莫冤 经过了七万年 你终于醒了 七万年 是啊 说长不长 说短也不短 小五为了你 也在请求藏了七万年了 只为守着你的仙身 等你回来 最初太隐寒 我们先出去吧 这七万年 想必你也吃了不少苦吧 当初元神被诊充碎片 拼凑元神 花了不少时间 我愿 你终于醒了 你以为这东方中上没有你的原神 还能压得住我吗 给我些时间 不会太久 我们就会相见 是吗 师父 扯言 我睡下的这七万年 可曾出现过 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是有这么一个人 你这小徒弟 跟他还很熟呢 小时期 你认识吗 怎么 只有到了墨渊这里 你才知道什么叫怕 别不好意思 说吧 师父说的这个人 大约 大约就是徒儿的未婚夫 天族太子 未婚夫 他叫什么名字 何时出生 他叫叶华 大约七万年前 我将师父带离昆仑须的时候 小时期 为时的同胞亲弟弟 就这么被你拐了 我怎么没听说过 你还有个同胞亲弟弟呢 我怎么没听说过 也难怪你们青衙 这件事 就连我也是在附身县事时 才小的 一出金链 附身 为父 我先要跟你讲一桩旧事 那年四季催天地崩 你的母亲 为了不成天的四根大柱子 大大的动了胎气 生产时本是双生子 可也只保住了大的 没能保住小的 那个大的 就是你 我还有个弟弟 为父 为父 深感对不住你弟弟 就耗尽了半生的法力 做了仙胎 越用仙胎 做了一株金莲 如今 我即将生归混沌 别将你弟弟的仙胎 托付于你 你要把他摇护在 昆仑须的莲池中 盼望能有朝一日 他能降生于世间 你和他血脉相连 但愿 能有机缘唤醒他 护他周全 湊恩 尊尊护他 这也是为父 唯一的信愿了 是 大约是我以原神 升级东荒忠实 他终于醒了 我只知道 父神在先世后 你尽心地培养 那池中的金莲 却从来没有怀疑过 那金莲的来历 也难怪啊 在你魂飞魄散时 那金莲就哭了 没多久 天族的乐须娘娘 就生下了太子叶华 怪不得那小子 出生的时候 七十二只无彩鸟 绕梁八十一日 东方的烟霞晃了三年 竟然是墨渊上神的胞弟 想来倒也是 也只有墨渊上神的胞弟 父神之子 才会有如此 天地同鹤的近况 那九重天上的史籍 明明白白地记载着 父神就只有 墨渊上神一个儿子 看来 这些史籍 是完全不能相信的 相信这些史籍 还不如去看私命写的 那些画本子 众人都说 叶华生得像师父 就连我初次见她 也险些认错 却没人能想到 叶华和我师父 竟有这样一层关系 这些史籍 都说了